来看到艺文的消息 台中市团区艺文中心举办2018音乐舞蹈艺术节 而这次是以现代舞为主题 邀请到世纪当代舞团 稻草人现代舞团等知名的团体 要通过丰富的肢体动作搭配脸部表情 这不同的风格演出形式 带领大家一窥现代舞之美 色彩缤纷的服装 轻快活泼的音乐舞者随着节奏翩翩起舞 稻草人现代舞团带来新作愚人 以塔罗牌中的愚人为主题 序号零代表一个开始 同时也代表结束和无限的可能性 那个序号零 它其实就是我们舞台路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就是我们都是在走圆形 然后那个零呢 它其实代表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所以会是一个无限的状态 然后所有的动作模式都会是从生活里面出来 然后会有一些有趣的象征性的手势出来 屯群艺文中心举办2018音乐舞蹈艺术节 透过音乐出发切入舞蹈 以现代舞为主题 邀请到世纪当代舞团 稻草人现代舞团等知名团体 透过风格各异的舞蹈演出 带大家一窥现代舞之美 很多人都不晓得如何来欣赏现代舞 那之前云门二的总监 他有曾经说过 当你在看一棵树或是一朵云的时候 你不会想去看懂它 因为你在欣赏这朵云或是这棵树的时候 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那这个感受就是你欣赏现代舞 跟着舞者他们的律动 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连结的一个方式 图音表示 现代舞没有特定的表演形式 是一个用身体去说话的艺术 充满抽象的想象空间 这次舞团将带来破月 自由步 愚人等精彩的演出 欢迎民众到场来欣赏 谢谢神专台中常报导